中国书法馆独创预书体 以字学字课程化系统 是一套高效率且有逻辑的类推式教学 有效掌握汉字形、音、意 并培养自我学习能力 学一得识才是符合现代科技网络光束世界的学习方法 今天要介绍的字是锡 锡是方位名称与东相对 以锡为部件延伸的字群有 十字旁的锡 日字旁的晒 炒字头的芡 木字底的栗 米字底的树 背字底的甲等 那我们就来写字吧 今天要示范的字是锡 与锡作为文字部件的字立 文字笔画左边、右边、右边微微厚一些 中间的树可拉长一点 中间的树可拉长一点 最后连续书写 西加入巧字头芡 为上下组合结构 芡是一种植物名称 可做红色染料 也可以做药用 中间的树可拉长一点 西上下压缩 位于文字下方 西上下压缩 西加入米字底、树 西上下压缩 西上下压缩 西在上方 写法会有些不同 下方为米 素也是一种植物名称 或做骨类的总称 向上拉起 文字在不同位置会有不同的样子 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啦 学习御书体简单又有趣 只要你肯写一定会进步 接下来就由李清和馆长为大家带来一笔字表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我们每周二晚上10点会上传新的单元 每周五会有本周课程的英语翻译影片 记得准时收看 我们下周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